5月11日起,武汉地铁开放因疫情防控临时关闭的所有出入口,全线网228座车站382个安检点全部投入使用,这标志着武汉地铁站点全面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正常状态。 记者当天在武汉地铁红山广场站看到,该站13个出入口已全部开放,早高峰时间, 地铁各个出入口都会有地铁工作人员提醒扫码,注意保持距离。 记者注意到,从近站扫码、出市绿码、安检测温,大部分乘客无需提醒。 武汉地铁红山广场站值班站长容正新称,虽然开放了所有出入口,客流量增多,但是防控力度不减。 龙正新介绍,为保障疫情期间乘客安全出行,武汉轨道交通线往所有车站和运营列车通风系统均以全新封模式按最大送风量送风。 所有地铁车站、断场等均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对站内所有设施设备、运营列车进行定期消杀。 尽管现在地铁出入口全部开通,但是我们还是提醒乘客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然后在一定要勤洗手,然后在地铁内一定要间隔一米,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扫码,一定要记得扫码,然后上下车也要记得扫码,这样为后期的工作,就是减轻工作人员的压力,一定要记得扫码,这是最重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